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妹妹 你对太后的思念之情 我们都能理解 毕竟太后生前最疼爱的就只有你 你这又是何必呢 这后宫祭祀有多重的罪 你比我们更清楚啊 皇上 这后宫三令五身不允祭祀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规矩自古有之 许碧宣身为宫女 私自祭祀那是死罪 请皇上主持公道 还请皇上 你们都静静 皇上 许碧宣这次一定要受处分 臣妾知道 碧宣妹妹是皇上的发青 若您下旨处置许碧宣 世人定然会说一些 有损龙眼的话 倒不如 臣妾 来做这个坏人 若世人说起 也只会说我这个心非蛇蝎心肠 绝不会辱没了皇上的尊严 为何感到一股浅浅的兴奋和心血 她 不 幻觉吧 心非想如何处置许碧宣 许碧宣 在后宫之中私下祭祀 触犯宫规 理应障碧 念在身份特殊 特赐白领 不知这个结果 皇上 可否满意 许碧宣 朕问 你答 皇上 心非娘娘对奴婢的处置 奴婢无话可说 亦无可辩驳 奴婢 谢心非娘娘赐奴婢一句诗 朕问你 你祭祀的是什么人 回皇上 是太后 为何明知犯了宫规 还要义无反顾 回还太后一个心愿 接着说 小公主满月当天 太后曾赠给奴婢一支碧玉簪 她老人家曾这样讲过 不论是在希望 失望 甚至是绝望都不要放弃 奴婢答应过太后 生或是死 都不会摘下玉簪 这是奴婢与太后的约定 奴婢为约 太后百日之期未到 便让碧玉簪 随成两劫 奴婢本想 当时便随太后而去 可是为晚辈 不能为太后守满百日 实微不孝 所以奴婢选择今晚 太后百日之期 聊此残生 碧玉 朕相信 母后在天之灵 只希望你能坚强地 没有负担地活下去 如果你愿意 朕会让天下最好的工匠 将碧玉簪 补得完好无损 今天的事 朕亦设你无罪 快起来 妹妹竟有这等胸襟 曼河 自愧不如 谁会心 你想死为什么不早撞 不就是为了等你吗 这一场 算你胜 没想到你这么没人心 连一个死人都利用 总比利用活人要好些吧 苏曼河 这戏 还没演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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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